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的扫拉 一个上的滑音 还有骚这样的一个波音 大家看到这样的上滑音 下滑音 上滑下滑的辈多 其实你脑袋不用大 就是给它总结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那么几个 一个呢是扫拉 就是你这个手 后面这个手指呢 起来的时候慢慢起来 或者是有一半 一半起来慢慢起 慢慢的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慢动作吧 你要是突然起来 这是突然起来 所以呢 慢慢起来就是一种滑音的效果 那么它一般用的滑音在哪儿比较多呢 一个是扫拉 还有一个米骚 就是这样手指 手指这样抹下去 抹上来 这就是上滑 下滑 米骚的地方 然后 也比较常用吧 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慢慢的 或者你采用左右这样慢慢的放也行 或者采用上下这样的方向也可以 你习惯左右就左右 上下就上下都可以 只要慢慢的放开 它就是这样的效果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呢 用的挺多的 就是 刀 拉 拉 刀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是两个手指一块 我是习惯左右 刀 拉 拉 刀 这样 这就是花音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它都是 刀 拉 拉 刀 热 咪 刀 拉 刀 热 咪 拉 刀 拉 刀 基本上都是这些 所以别看它写的多啊 其实很简单 再有一个呢 这个波音 波音就是往上 说五嘛 那就拨到六 再回到五 那如果写三呢 就是 它这没有啊 就是五 这里边就写了一个 骚的波音 骚 吹奏效果就是骚拉骚 就是往上拨一下 你不要多 多了就不是波音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打音 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了 这个右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已经说过了 把它忽略掉 这个提手旁就是一个打音 它用在两个相同的音 第二个就是后面的这一个 它的 比如说刀 我们就在下面打一下 用来隔断两个音 打一下 那咪呢 就是在R的地方打一下 咪 就是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里面呢 涉及到的装饰音 基本上就是手指上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波浪线 波浪线它就是颤音的意思 你用虚子颤音的方法呢 和气颤音的方法都可以 气颤音就是用你的气流控制强弱 让它发出这个 这个波浪的感觉 这样 这完全是用气流来控制的 就类似于唱歌的那个 参音那个感觉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用虚子参音了 一般葫芦丝的虚子参音还是比较多的 我采用的方法呢 是在你发音孔位的下面 两三个孔的地方 这样活动手指 或者这样一起 大家有没有听到它有一种波浪的感觉 好 我们介绍完它常用的一些指法呢 我们连起来吹一遍吧 咱们再来吹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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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散词的反尔吧 咱们再来吹一遍吧 咱们再来就是这样 哨的 lat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